我做了11年全職的攀石運動員 就拿過四屆的亞洲冠軍 十屆的全國冠軍 2006年就世界排名第八 在2011年的12月9日 我就在屯門公路遇上了交通以外 成為了一個半身貪患人士 同一時間面對另一個處境 就是當時我太太有了七個月的新人 唯一的生存動力就是 很想見到我太太和兒子出生的第一面 在產房門樓第一眼看到他們 成為我唯一的康復動力 2014年的時間 剛剛在一個十大傑青的記者會 我就跟記者說 我說我下一個目標其實是想爬獅子山 2016年的12月9日 當日是我交通以外的五周年 最終就用了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就完成了獅子山的一個心願 第一時間是覺得很神奇的 因為我想大家都沒有幻想過或者想過 你會見到一張輪椅會出現在獅子山的原來在哪裡 這件事其實都是我最想做到給大家看的 不要說因為身體有殘障或者有這麼多的局限 就不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我跟自己許下了一個承諾 就是在輪椅上面生活五年好了 五年之後我要令自己站起來 無論是自己康復也好 或者用一些機械意志也好 其中一個心願都是很想站起來 想抱抱兒子 因為自己沒有想過做一個輪椅上面的爸爸 其實有一些基本爸爸做到的事 我都還沒有給到他 例如抱著他在頭頂上面轉幾個圈 在那邊玩飛 這些動作我都完全做不到 所以我很想在今年年底之前 真的買到這個機械腳 我第一個動作 很希望真的做到這件事 我很想多謝的就是香港的體育界 即使是攀石以外 那些運動員甚至教練 其實都給我很大的支持 還有很多香港市民給我的祝福 所以這次我選擇去爬獅子山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很想告訴大家 獅子山精神就是你敢想 敢博 敢做 其實可以開創無限的可能出來